郭台铭要买疫苗的po文 有人提问说 指挥中心要求 就算捐赠也得由中央政府跟厂商签约 会不会增加郭董捐赠疫苗的困难度 意外调出郭董亲自回应会 不管是企业也好 先是政府也好 或是一些民间组织 都有相关都积极在寻找 疫苗的供应来源 那我们当然是表达我们的感谢 指挥官陈时中不仅言称感谢 而且态度放缓 如果有这个医院或者有这样的管道 一定要先来跟我们来确认一下 相关的货源 不接受第三方来协助 是因为考量这个面子的问题 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吗 谢谢 我刚才讲考虑的 考量是疫苗的安全 针对第三方捐疫苗 陈时中这回讲三次不再提 让中央政府出面跟厂商签约 而是强调买进之后的审查把关 或许政府买不到的就让民间高手来 目前正在依政府提出的八项要求 整理资料汇整当中 不管最后的结果成功或失败 郭先生说他一定会向社会大众说明原委 荣辱自负 当中央政府自己采购被摆了一道 民间企业循正常管道购买再捐赠 或许也是变通之际 毕竟政府的颜面怎能摆在人命之前 TV新闻张志明 陈入文 台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帮我谢谢大家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